大家好,我是董璐 日本人确实是有小德 这一点咱们得承认 但是日本人不是今天开始收拾修议室 他在明治维新可能就这么做的 但是日本足球可不是说在明治维新那边就起来的 是吧,头三四十年中国足球随便打日本 随便摁着打 那个时候日本也是把修议室收拾的干干净净 第二个就是这个收拾修议室 确实是不错的一个美德吧 就是一个素质 它跟足球有毛关系 对吧,这个不是说是日本球员 他这么做,可能日本每一个普通人他都这么做 另外一个呢 不是说每一个踢得好的球队 说巴西,德国算了 法国,修议室都干干净净 可能那黄马那个修议室 你也不是没在视频里面看见过 也是满地都是垃圾 是吧,但不影响人家夺冠 所以这个东西呢,它跟足球呢 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要说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都有关系,那也不是说跟中国足球有关系 那是跟整个中国社会和所有中国人都有关系 是不是,咱们家收拾好了吗 是吧,你看我这个 是吧,不也是比较乱吗 但是不耽误我 是吧,不耽误我工作 不耽误我做人,做好人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呢,中国足球应该学日本什么 你别老 学人家说收拾房间 收拾修议室 是不是,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不一定 对吧 那很多呢,光鲜亮丽的美女啊 什么什么男神什么的 你要去他宿舍 你去他那个家里边看看去 我去跟狗窝没什么区别 所以这个东西啊,不影响 对不对,不影响 大理不辞小让 这个世界杯开赛以来 有这么几个风潮 第一就是怀疑 甲球,剧本,甲球 都上热搜 是吧 这是怀疑 中国人本性就是怀疑 第二一个呢,就是煽情 煽情我可以理解 一会这走了,不行了 那个走了,哎呀 受不了了,还有一个就是盲从 弄点什么一个新闻 跟足球有关的没关系的 大家伙一块 只有那个 日本踢了两场好球 受不了了 都得向日本足球学习 日本足球踢出了黄种人 应该踢的 大哥,跟黄种人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姚明也是黄种人 你韩国日本出黄种人了吗 出NBA的能打NBA了吗 刘翔也是黄种人 你日本一找几个 能跑个刘翔的吗 所以呢 这是人家日本足球自己摸索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你要学,你别学人家 说日本人怎么踢球 你也跟着怎么学踢球 那不是邯郸学部吗 那么东师校平吗 校平不校张吗 是不是 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 你要学,学日本 人家是怎么几十年 经过潜心的摸索 实践和坚持 找到了日本足球真正的 这个发展的方向 而不是说他走的这条路 你必须得跟着走 跟人家屁股后面闻 闻着味儿 可能味儿都闻不着 是吧 所以我这才是真正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是吧 一个休息室给打扫干净了 我天哪 在足球界内外的人横得好 就觉得日本人有素质 日本球员有素质 日本队就是因为 屋子扫得好 然后就能打出这么好的球 那你把 保洁队派去呗 是不是 那是不是把保洁队派去 以后打亚洲区的比赛 咱们都带个保洁队去 是不是 每次把别人的休息室也给收拾干净了 那咱们是不是就能踢好球了呢 所以这种啊 就这种认识 你要说普通球迷 我也理解 您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就这种新闻 完了这个过度的渲染 完了还弄着还向日本学 你先把你家打扫干净吧 你先把你足鞋的这个体制之内的 那些腐败的东西 那些阴暗的东西 你先去除吧 你先别跟人学打扫房间了 说句老实话 所以我这不赌不快 我这马上睡觉了 我随便说一说 你能听懂就听懂 你要听不懂就拉拉拉股兜子 扯王不赌子 拜拜 再见